新疆大盘鸡是新疆地区的传统特色菜品 以其烙味浓郁和香气四溢而闻名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新疆大盘鸡制作方法 所需材料 鸡肉 鸡腿肉或鸡胸肉 切块 马铃薯 适量切块 青椒 红椒 适量切块 葱姜蒜 适量切末 干辣椒 适量 剪成段 料酒 适量 生抽 适量 盐 适量 鸡精 适量 自然粉 适量 辣椒粉 适量 花椒粉 适量 食用油 适量 制作步骤 鸡肉处理 将鸡肉切块 用料酒 生抽和盐腌制片刻 炒制鸡肉 在热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将腌制好的鸡肉炒至变色 捞出备用 炒香配料 在同一个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加入葱姜蒜末和干辣椒段炒香 加入调味料 将炒香的配料中加入适量的生抽 盐 鸡精 自然粉 辣椒粉和花椒粉 搅拌均匀 加入马铃薯和水 将切好的马铃薯块 加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水煮开 炖煮鸡肉和蔬菜 将炒制好的鸡肉块和青椒 红椒块放入锅中 炖煮至鸡肉和蔬菜熟透 汤汁收浓 出锅装盘 将炖煮好的大盘鸡装盘 可以撒上葱花和香菜作为装饰 新将大盘鸡以其辣味浓郁 香气扑鼻的特点而受到喜爱 在食用时 可以将鸡肉 马铃薯和蔬菜一同搭配食用 辣味和香气会充分融入其中 给人一种独特的风味体验 味道